好,我們來再把除法還有乘法的分數這個部分我們再練習一次 第一題,9分之10除以15 OK,那除以15我們在前面講過就是乘上它的倒數 所以15的倒數,15分之1 所以記住,樓上跟樓下你就看一下有誰跟誰是可以約分的 9跟15,9跟15都是3的倍數 所以除以3是3,15除以3是5 所以最後的答案,50分之3 好,再來第二題 3又14分之3除以20,那我就先把它變成14分之加分數 3乘14是42加3,45 5乘上倒數是20分之1 一樣,樓上樓下檢查一下 45跟20都是5的倍數 5、9、5、4 好,沒有的話那就全部乘起來 4乘14是56 樓上叫做9 好,再來 第三題 2又7分之6除以6分之5 好,除以6分之5 一樣嘛 就是乘上6分之5的倒數 所以這個題目可以變成7分之14加6是20 乘上 記得它會變倒數 除變成上下顛倒 5分之6 所以就等於 20跟5約分 除以5是1 除以5是4 所以答案叫做7分之 4624 也就是3又7分之3 再來下一題 8540 所以這個叫做8分之40 除以 好,欸 這是假分數 大家都是假分數 所以我先把3又4分之3變成4分之15 好,變成這樣 所以它等於8分之40乘上倒數 15分之4 記得一定要先變假分數 再去做上下的顛倒 好,再來約分 40跟15 用5 8 5 3 嗯 850 對不起 剛剛這邊有寫錯 想說題目怎麼那麼好算 這個叫做8分之40加5 不好意思喔 這是45 除以這個叫做12 15 所以它等於8分之45乘上15分之4 好,來約分 這兩個用15 這兩個用15 這裡是3倍 這是1倍 8跟4用4約 1倍 2倍 所以答案是2分之3 也就是1又 2分之1 所以 2分之3 叫做1又 2分之1 好,這個是除法的練習 1分之3 4分之3 3分之1 3分之1 6分之2